精選前菜 主廚湯品 乾煎鮮蝦 日本干貝 九孔鮑魚 時令鮮魚 老鴻上蓋肉 它的肉質軟嫩度跟肺力差不多 但是它又有牛肉 它本身的牛脂跟香氣 它的肉晶瑩剔透了 它還沒有完全熟透 這個就是最完美的熟度 怎麼樣 怎麼答 南非活鮑魚 接下來我們就來幫鮑魚蓋米貝 用一個日本的傳統計法 你知道這隻蝦子有多大嗎 來 這是一個 這麼大 它的蝦頭 它有豐富的蝦膏 所以基本上 吃這一隻真的是 很爽啊 這裡是 新滔滔鐵板燒 承襲著以前舊滔滔的傳統 承襲著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經驗 就是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慢慢慢慢在社會上打滾 慢慢慢慢有一點點成就 這裡承載著我很多很多的回憶 跟很多很多的美好 台灣有一句話叫做 公親變世主嘛 我本來是一個客人 結果現在我變成 滔滔鐵板燒的老闆 我們不但保留了以前 滔滔的一些經典菜色 而且加入更好的元素 但是我們的價格不但沒有上漲 我們的價格還比以前更便宜 我們最基礎的套餐 750塊 然後以前滔滔的經典菜色 老饕上蓋肉 我用的更好 而且價格更便宜 老饕上蓋肉的套餐 1100塊左右 不敢說我們現在是最好 因為永遠沒有最好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 我現在的東西 我自己十分滿意 那今天我們就來吃吃看 新滔滔鐵板燒 所呈現出來的菜色 希望我們可以走出一條更好的路 頭牌 我們現在一樣的食物 我們四道餐加甜點 精選前菜 主廚湯品 乾煎鮮蝦 日本干貝 九孔鮑魚 石令鮮魚 然後主餐擇一嘛 你可以選雞排 你可以選羊排 你可以選牛肉 你可以選牛肉的等級 最貴的 雞黑和牛 老饕上蓋肉 才1380 這是最高等級的 一頭牛幾百公斤 就那兩三公斤而已 而且你跟以前不一樣的是 你的海鮮還有龍蝦嗎 我有龍蝦 活體的龍蝦 對 現沙的 那個肉都還會跳 放在鐵板上 它都會跑給你桌的 這是一個 簡單的前菜 就 燻鮭魚 然後下面有我們 自己做的洋蔥 撒上和風醬 就是一個清爽的概念 讓你開胃一下 上面再點綴一下魚子醬 比起以前應該精緻化不少 以前 是生菜沙拉 但生菜沙拉很兩極化 很多人他 不愛吃 你說以前坤哥的東西 如果再放在這個時候 其實未必百分之百適合 他以前的湯是一個鐵碗 叫做蛤蜊鮮魚湯 那是他的招牌嘛 但是這樣子的裝修的風格 放一個鐵碗 你看 新舊之間的融合其實很難 那盡可能的保留一些經典的元素 但你不可能造超嘛 以前坤哥沒有整條魚 我就用啦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 就很愛吃魚啊 整尾魚看起來 你看 鵝跟碼頭 都是最適合煎的 適合小朋友吃 你說700多的套餐 裡面就有整尾魚 我們最基礎的就是這樣 就整尾魚給你 這鐵板煎出來的魚超好吃的 而且這個魚都很新鮮 都是現流的 所以今天的套餐 就全部都是基礎嗎 只是會有一些 可以加點的菜色這樣 對 沒錯 七八百塊就可以吃得到的餐 鐵板燒 在這樣的裝修裡面 在這樣的地點 在這樣的租金 洋蔥松露 我覺得 是我個人滿喜歡的一道湯品 整個套餐的搭配起來 不只是單純的鐵板燒 它還有一種西餐的感受 就像我們的前菜 其實也是比較偏向西餐的 黑松露 然後牛奶 再點綴上白松露 所以它有黑白兩種松露的風味 洋蔥松露濃湯 其實也是受到我們很多顧客的好處 大家都能夠接受 這一道是我們的乾煎鮮蝦 它是我們套餐裡面的一部分 一開始我們是用 我們專門去外面找 最好的養殖技術的家裡 然後它是用雜糧 去做飼養 然後再加蝦紅醋 最後是葫蘿蔔醋 那個味道跟顏色 都是比較新紅色的 肉質上也會比較甜甜 撒一點胡椒 撒一點鹽巴 簡單調味 吃起來就還不錯 這是兩種魚 一個套餐裡面 都會附一尾食令鮮魚 那它是整尾的 那我右手邊這個是馬頭魚 它很適合乾煎 非常的好吃 然後而且它只有大吃 左手邊這是五仔 我想也是台灣人 很受台灣人歡迎的一條魚 它的肉質細度 跟它的肉質吃起來軟嫩度 是普遍大家很容易接受的魚種 而且我們都是選用 看貓店現撈的魚港下 或直接購好進來的魚種 表皮煎得酥酥香香的 然後裡面還是軟嫩多汁的 好吃 這皮煎得很香 帶一點檸檬汁 這魚好吃吧 好吃啊 皮酥酥香香的 那接下來這一道是你 嘗試了無數次 花費了無數的時間 才試出來的 基本上就是以前坤哥的味道 百分之百 你的主廚就是特別做一碗醬油蛋飯 讓你配這個魚的 基本上吃到這裡 魚肉的味道差不多吧 我們醬油蛋飯的精髓在哪裡 第一個它的溫度控制 你看鐵板的中心溫度 你如果鐵板中心溫度300度 這個蛋下去馬上就熟了 所以你一定首先你鐵板一定要先降溫 再來就是你的油跟你蛋 還有醬油的比例要正確 這個比例我跟Benson兩個人 應該 足足四了一個月 我每天都在吃醬油蛋飯 現在控制到是用涼的 對 所有比例都涼好 比例問題 對比例問題 還四處這碗飯 對 確保每一個師傅都不會失手 像我們用這個size的干貝 應該也算不小氣啦 一次給兩顆 這個煎過以後 還是有一定的個兒頭啊 日本 謝謝 在第一支有沒有 所以中間不需要百分之百熟 因為干貝熟了就老了 就不好吃了 就本來就日本料理在用的干貝 表面恰恰 中間一直在第一支 它的熟度是百分之五六十這樣 我覺得是最棒的 搭配我們自己熬煮的干貝 跟昆布下去 是別的醬菜 乾杯醬 吃到可以 像這種海鮮就是新鮮最重要的 對啊 但我們也有南非火鮑魚 有啊 這個是活體的啊 那下去它就開始扭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加錢升級的 對啊 兩百多塊 基礎套餐就吃很飽了 但是有的人他吃比較精緻 那你說兩者吃起來有沒有差別 當然有差別啊 怎麼會沒有差 我成本也差很多啊 這個是我們的雞排 那我們用晃山雞 雞腿肉整隻的八兩雞腿下去做相煎 最後搭配蒜頭跟酒酒茶來調它的味道 這種鐵板做的雞排超級好吃 它會把那個所有的肉汁都鎖在裡面 而且它的表皮是煎到脆化的 我覺得這個雞排真的非常好吃 你看那塊雞排在鐵板上又煎了二十分鐘了 它慢慢煎慢慢煎 讓它煎得又酥又香 做料理就是 連師傅做到會自己講師 就是最好的 它那個表皮 這一層雞皮 全部都酥化了 很好吃 再加上九層塔 讚 所以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七百多塊的套餐裡面 都是七百多塊的套餐 太熟了 我現在已經包到田裡蓋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老蒿上蓋肉 它是處於在樂園上面覆蓋的一塊肉 它有肉質軟嫩度跟飛力差不多 但是它又有牛肉 它本身的油脂跟香氣 這個也是以前 昆哥的經典菜色之類 對啊 它經典菜色就是老蒿上蓋肉 也是它最頂的牛肉 牛肉裡面 飛力是裡面最嫩的 老蒿上蓋肉是 它的嫩度媲美飛力 然後它的香度更剩一層 這塊非常好吃 像我們是因為 我們進整塊的圓塊肉 然後 Benson再下去精修 我們有兩個等級 一個是美國自然牛 美國自然牛是 美國西北牧場 然後它有經過認證 它是沒有打增長激素的 它不像一般的牛隻一樣 長到成年才宰殺 它是小牛 第二種是 美國的極黑和牛 因為美牛它的香味 真的是其他國家的牛 都比不上 那因為我們這塊的話 是沒有打增長的 所以我們料理的熟度 大概在上面走 OK嗎 可以可以 沒問題 那如果在熟度上 如果覺得太深或太熟 我們都可以即時做調整 那牛肉放上去 可以趁熱補償 才不會失去大原本的風味 第一塊吃原味 第二塊沾鹽巴 它的肉會越咬越香 再搭配一下這個蒜頭 這個蒜頭 是經過我們很多 旧客人來訪問過之後 就是認證 因為一般蒜片它 如果沒有處理好 它就會帶一點苦味 那我們就是用這種 慢邊小混 讓蒜頭能夠吃起來很像 馬鈴薯的柔軟度 它有蒜香 但沒有蒜頭的辣 然後吃起來很柔軟 就像馬鈴薯一樣 超好吃 我很喜歡這種做法 我這種做法也是很費時間 對 它煎多久 從最一開始就在煎 煎得十幾二十分鐘 超過 所以主餐是可以選擇的 除了雞排 對啊 然後或是這個 老套上蓋肉 對啊 我們的副餐通通都一樣 主餐 你就是自己選 就是你只要選擇主餐就好了 其他都一樣 然後有一些東西 單品 比方說蝦子 比方說 像九孔鮑魚 你可以升級成活鮑魚 蝦子你可以從小蝦升級成超級巨無霸大蝦 真的 在主餐之前 應該就會被指導 我覺得就是一個輕鬆沒有壓力 然後包含價格也是 讓你無時無刻都可以 嘗到熱熱的鐵板燒 這就是我想呈現的東西 那裡面的食材 都挑選 有品質保證 我們所有的進貨的廠商都是 大廠商 就像我們牛肉跟美福叫 美福大家都知道啊 品質很好啊 那很貴啊 我自己喜歡吃 我才能拿得出手 基本上我覺得 以這樣的價格帶 這樣的裝修 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地理位置 我相信應該 也沒什麼好調皮 超級的啊 所以你要吃龍蝦 要吃鮑魚 要吃雪場蟹 其實都可以及早跟我們的 那個定位系統講 就講一下 我們就當天叫嘛 當天叫隔天就來 這樣子確保他都是在最新鮮的狀態 那這是我們今天週期用的白菜 那青菜的部分呢 我們都會不定只能去做變化 對 直接跟著季節一起做變化 每種季節才有他好吃的蔬菜 或者是羽種 吃點青菜 平衡一下 好 那現在我們來拍一下 我們店裡面可以升級的東西 這什麼蝦 這蝦 這是我們的蝦子 梅珠蝦 下去一隻就飽了 你知道這隻蝦子有多大嗎 來 這是一個 這麼大 那我們主廚在料理的時候 不會把它煎得太多 因為它本身 它的蝦頭 它有豐富的蝦膏 所以基本上 吃這一隻真的是 很爽啊 那你爽完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 好飽啊 這一隻加點一隻是 多少 四百塊吧 可以兩個人吃 就是兩個人吃啊 它的肉很Q彈 而且肉質很飽滿 全部都是肉 那這個就是南部的天堂 南部的蝦頭 謝謝 以前坤哥用 明蝦 但個頭絕對跟這個沒得比耶 就是南非火鮑魚 肉麵我們就稍微煎一下 讓它吸收鐵板的過激 就是呢 我們就來幫鮑魚蓋幾倍 用一個日本的傳統雞法 它就是把這種坤布 蓋在它上面 再用鹽把它包裹起來 這種方法做出來的鮑魚很柔軟 然後上面又吸收了那個坤布的味道 還有那個鹽的那個 一點點那個滲進去 提升它的鮮味 所以這些做法也都是 你們一直嘗試之下 決定的 對啊 就是看我們想要怎麼呈現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在鐵板燒裡面 都是一些很常見的做法 那我們要挑選什麼樣等級的食材 那我們想要賣什麼樣的價格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需要我們不斷地去嘗試 你700多的套餐現在已經很誇張了 對啊 我是覺得 讓大家都能夠品嘗得起啦 至於你說 要再高級一點的就升級就好了嘛 因為每個人需求不同 但是我們先把最平價的 一個基礎設定出來 讓大家都可以很輕鬆 沒有壓力地去享受鐵板燒 這是狼飛虎包魚 一開為二 可以先不嘗原味 搭配我們主廚特製的味噌醬 它用鹽蒸的 很柔軟很好吃 它是燜熟的 而且我們用的Size 比四面醬還要包的 是版特的重量 介於伸手之間 好嫩 嫩的不像話 這種很清的海產 真的 不要吃全熟 就像龍蝦一樣 它就是活的 你吃那種百分之七十熟度 這樣剛剛好 那我們用的是我們的水菇鳥 稍微製造一下 讓那個甲殼醋的香味 可以跑出來 我們用點白蘭蒂來移味 因為它本身是活的 所以我們在料理的時候 就不會很滑 就好吃了 因為它是火熱 就可以直接做材料 料理再過熟 它的肉質就會變差 口感上就會差 沒有 這麼大 這肯定是好吃的 不用問了 這可以做龍蝦刺身的 這可以做龍蝦刺身的 它的肉晶瑩激透 它還沒有完全熟透 這個就是最完美的熟度 好像一邊是最完美的鮮味 另外一邊是 還在吃龍蝦刺身那樣的感覺 那接下來就是甜點 也是算鐵板燒一個 滿經典的甜點 就是蟲肉燒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改變 做一個花式的感覺 然後等一下把它捲起來 搭配我們的冰淇淋 可以再搭配我們的飲料 有咖啡跟龍蝦 對 還有軟性飲料啦 可樂雪碧 七百多塊 連飲料都送你 為什麼我們會用這麼豐盛的套餐 然後是這個定價 我知道以前滔滔的價格在哪裡 因為我就是滔滔最忠實的顧客 那我接了滔滔一年 其實我耗費了無數的金錢 跟時間跟精力在滔滔上面 新的滔滔在我手上 看能不能走出一個 跟以前滔滔不一樣的路 所以我的價格不但沒有提升 我的價格還下降 現在這個時代大家都辛苦 我覺得七八百塊跟親戚 朋友夫妻之間 可以享受一頓很好的餐點 這是我所期盼的 希望能夠讓滔滔被更多人所知道 而且可以更輕鬆的來消費 走進滔滔的每個人 跟你用餐結束以後 會有一個滿足的笑容 然後跟我們的經理也好 跟我們的主廚講說 謝謝你們 辛苦了 帶給我們豐盛的一頓晚餐 我覺得這是我最期待看到的 這就是我們漂亮的店經理小萱 他是一個很逗趣的人 然後他對待客人就像朋友一樣 重點是他自己很愛喝 大家記得如果有來滔滔 來找小萱 然後跟他打招呼 我們很歡迎你們來找我們 掰掰